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后其遗产的去向也令众人沉默 再一次为李老的离世流下泪水 在上个世纪 香港拥有了奇妙的魔力 好似格外被时间和历史所青睐 仅仅几十年间 俊男靓女频频辈出 美人如昭花暮云 转瞬万千 真正出色的美人却实则外般难寻 能被人记住定然是有着独具一格的风情 李湘勤便是其中之一 他凭借着自己的本事 脚踏实地地踩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而他的人生也同样精彩 李湘勤于1932年1月13日在澳门出生 而后移居香港生活 李湘勤原名李瑞钦 从小他便吃醉于乐剧 在1941年至1945年间 香港曾被日军占领 随着不少的愿转到澳门演出 以使得钟爱乐剧的李湘勤有了更多接触乐剧的机会 1946年 李湘勤拜师学艺 14岁便毅然出道 正式加入了出演舞台剧的行列 而后的他刻苦努力 勤奋好学 曾与多位名领合作 或与二邦王之称 在1956年的时候 通过关德兴的介绍 李湘勤在香港拍摄了荧幕处女作《王飞红大闹花灯》 他在剧中饰演了《势必菊香一绝》 四年后 李湘勤第一次以反派的形象饰演了电影《鸳扬将一恨》 这也让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 此后 他多次出演反派角色 其中 著名的作品包括《999离奇三凶手》 《鸳扬将一恨》 《汉武帝孟会魏夫人》等 剧中的他可谓是形象鲜明 活灵活现 1964年 李湘勤与当时一同被号称为《九大姐》的著名二邦花旦们 合资开办了乡城营业有限公司 李湘勤涉甚广 除了拍摄电影外 他还于1969年参演过都不堪称经典的电视剧 2008年 李湘勤拍摄了剧集《唐星风暴之家好月圆》 在剧中 他饰演的妈妈干老太形象可谓是深入人心 不禁让人拍手叫绝 之后 李湘勤又在2011年的《万千星辉》颁奖典礼上 荣获了由电视广播有限公司颁发的《万千光辉》演艺人大奖 以此来肯定他在演艺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与奉献 一年 李湘勤拍摄了他的最后一部电视剧《盛世唐人》 此后 他便渐渐淡出布幕 离开了观众的视野 从1956年至2012年 《风风雨》已经半个世纪 李湘勤共出演了20多部电影 100多部电视剧 而他出演的电视剧更是将妈妈的形象深入人心 家喻户晓 李湘勤驰骋一潭数十载 却始终心怀梦想 对于自己所热爱和坚持的领域 也未曾稍作懈怠 努力保持着一丝不苟的严谨工作态度 专业 细心 认真地完成着自己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 然而 看似风光背后这位老戏骨的感情之路却非常曲折 李湘勤成长于一个三妻四妻的传统家庭之中 家庭情况可谓是非常复杂 他的父亲是澳门富豪 共娶了五房太太 故此 管将儿女事件极其好神的事情 然而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李湘勤 行事前卫 作风开放 李湘勤的第一段恋情发生在她的少女时期 年仅16岁的她在表演戏剧时 与男友肖仲坤相识 两人一见钟情 俊男靓女两情相悦 两人的爱情无疑是十分甜蜜的 两年后 李湘勤怀孕了 他们的婚姻非常低调 甚至在与肖仲坤结婚之际也未曾举办婚宴 婚后不久 她便顺利带下了女儿肖子军 想必 在步入婚姻殿堂之时 他们定然是真心实意地期望着与对方幸福美满 天长地久 然而 现实与想象终归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浓情蜜意的李湘勤在与肖仲坤结婚七年之后 终究未能挺过今年之痒 爱情终将破碎 美好一一退去 最终这段婚姻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 直至2005年 肖仲坤去世 李湘勤依旧未曾再婚 离婚时的李湘勤也不过才25岁 还是如花似玉 风华正茂的年纪 但面对自己失败的婚姻 李湘勤曾直言 她的性格不适合做人家的太太 如果她跟别人有感情 那么就会把脾气全发在别人身上 假如做情人还会有所避忌 若是丈夫 一点小事都会被她说上半天 所以还是保持距离好一些 她真的不太喜欢结婚 于是她遵从了自己内心的选择 坚持自我 对于世俗的眼光 李湘勤依旧没有退却 离婚后的李湘勤并未一蹶不振 在她看来 婚姻也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 摆脱了失败婚姻的束缚 在事业上她更上了一层楼 上世纪60年代 李湘勤移居美国 而后在她回香港拍摄电影时 结识了好友谭炳文 谭炳文是香港的著名配音演员 她也曾吃炸香港演艺圈70余年 算得上是德高望重 两人时常登台合作 甚至在后来和办公司 关系密切 由此她和谭炳文的感情也成为了流言蜚语的焦点 然而 对此李湘勤却忍俊不尽道 他们之间的感情并非爱情 谭炳文和自己的老婆好好的 或许正是因为自己遭受了年少冲动所带来的苦果 她不希望女儿再补自己的后尘 对于早婚的话题 她始终持反对意见 然而 女儿却未能如她所愿 十七岁的女儿萧子军在英国念书期间 与华侨复英撮相识相知 情意绵绵 复英撮是赌王傅老荣的儿子 面对着这位帅气多金的豪门公子哥 萧子军不免陷入爱情 难以自拔 两人心心相惜 你浓我浓 不久便结为了夫妻 此后 女儿还生了两个儿子 李湘勤虽反对女儿早婚 但事已至此 只能作罢 但令人庆幸的是 萧子军没有重蹈母亲的后者 傅英撮不仅对萧子军照顾有加 夫妻二人感情和睦 她还曾为遭受金融海啸风波 而致使身家亏损的李湘勤自费买下豪宅 或许是对婚姻已然失望 加之对自己个性的了解 虽然李湘勤仍旧追求者无数 但无一例外的都被她一一拒之门外 更是在女儿产子后 李湘勤认为自己的身份已然转变成了外婆 在谈起感情便已着实不像话 何况是再婚 2012年的李湘勤已年高八十 她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 不仅需要坐轮椅 更是得被人抱上轮椅才得以出入 因为在拍戏时曾出现晕倒的情况 家人开始担心起了李湘勤的身体健康问题 也正是在这一年之后 李湘勤慢慢淡住了不目 同年五月份左右 李湘勤就因患影高血压和脑退化而不得不入院 在家中也跌倒数次 着实引人担心 据李湘勤称 自己曾三次跌倒而致使腰骨骨骨均有裂痕 需要定期接受不间断的物理治疗 每次大约需进行半个小时左右 故此 她不得不因为行动不便坐上了轮椅 所幸 女儿肖子军和女婿福音措都照顾周到 为她请了五名工人加以服饰 又花费了高额的医疗费 帮助李湘勤恢复健康 2019年1月 87岁的李湘勤曾被港媒派到去医院接受物理治疗 她身着皮衣长裤 头戴红色帽子 精神状态良好 虽可以走两步 但仍旧需要他人搀扶协助 行动不能自理 不免让人感到心酸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最终随着年岁的增加以及病情的不断恶化 于2021年1月4日 88岁的李湘勤永远地离开了世界 李湘勤病逝的消息着实引得无数人悲哄不已 几乎整个香港影视圈都在诉说着对她的怀念与追思 大家都在社交平台上表达着自己对于李湘勤的缅怀 一向有着情节之称的她 在圈中为人亲切友善 对后辈也是毫不吝惜 加以提携 饰演过多位影坛巨星的家人 对于李湘勤的逝世 女儿肖子军曾透露称 看到妈妈走时没有任何的痛苦是她最大的安慰 对于母亲的追悼会 肖子军称不必采用特殊仪式 至于传统仪式又过于吵闹 母亲生前就不喜欢 所以自己选择了追思会的警示 送母亲安静地离开 2021年1月25日 李湘勤的追思会在香港的殡仪馆内如期举行 新系公益慈善的李湘勤将遗产全部捐献 用于建造13所希望小学 在会上 无数明星艺人纷纷到场悼念 刚儿子之一的吕良伟也表示 自己会认真完成母亲的遗嘱 更加感人的是 这并不是李湘勤老人第一次信息公益慈善 此前她的善举就被多次报道 当年温川地震时 李湘勤就拿出了三分之一的财产用于灾区救助 新冠疫情发生时 她又给武汉捐款50万和3万套防护服等其他生活物资 如今老人此事又将毕生财产捐给了希望工程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晚年的李湘勤正可谓是久病缠身 虽未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人 但索性又有着孝顺的女儿和无数爱着她的干孩子们 李湘勤的一生是幸福的 如今的她能够如此安详地离去 于她而言应该也算是一种最为轻松的方式了 人生相遇自是有时间的 宋君千里终续一别 88岁的高龄应该算喜丧 这位可爱的老人家一定是去天堂上享福了吧 倘若她能够看到大家对她的不舍以追忆 相信李湘勤也会倍感温暖与感动 她在演艺事业的出色贡献也值得被世人永远地怀念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于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